介紹了溫室下面跟溫室氣體之後 我們就是現... 在有人類之前 地球就有溫室氣體二氧化碳 也幸好因為我們有溫室氣體 所以我們才能夠保持一個比較適合生存 生物生存的平衡 就是吸熱放熱平衡的溫度 大概是15度 那如果我們沒有溫室氣體 我們的會降到零下18度 冷凍豬肉 所以溫室效應不是問題 有人類之前就有溫室效應 也幸好有溫室效應 地球才能夠保持一個比較適合生物生存的平衡溫度 那有問題的是 因為人類的關係所造成的影響 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料 我們拔林開疊 我們對農田施肥 使得空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 主要指的是二氧化碳跟甲碗 含量變多 於是他們就吸更多熱 放更多熱 使地球越來越熱 這我們稱之為全球暖化 在我小時候 我們講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都講溫室效應 現在不講溫室效應 幸好有溫室效應 可是因為人類關係 使我們越來越熱 所以我們叫做全球暖化 拔林開疊 拔林會影響二氧化碳 開疊會影響甲碗 使用化石燃料主要影響二氧化碳 對農田施肥會影響甲碗 然後使得二氧化碳加碗 含量變多 吸更多熱 放更多熱 使地球越來越熱 我們稱為全球暖化 就是我們一個二氧化碳的變化圖 然後呢 會有高低起伏的 小一個高低伏是因為夏天 夏天冬天 光合作用的旺盛程度有變化 然後但是基本上趨勢是向上的 趨勢是向上的 就是最近早看到的一張圖 當年大氣的二氧化含量到400TL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喊 都危險了 很糟糕了 今年的二月到了404PPM 然後呢 還有一些 然後呢 它的增加量 增加量 濃度增加量什麼之類的 還有我們的聲音現象 也使二氧化碳的濃度加速攀升 這就是一個最近的變化情況 也有人說就是因為二氧化碳含量 變化的增加太快了 所以才超促使 當我們會不會交到了巴黎的協定 才能夠簽訂成功 OK 就是告訴你二氧化碳持續增加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平均溫度的變化圖 紅色線就是五年平均值 黑色線是年平均值 反正它基本上有向上升的趨勢 所以隨著二氧化碳含量增加 我們的溫度也逐漸增加 去年 去年 我想說去年本來說 2014年是有史以來紀錄最熱的一年 我去年就說 我們看看2015會不會破紀錄 2015也破紀錄 可是等明年講2016會再破紀錄 更熱 更熱 OK 好 這是一個狀態 那為什麼有溫室氣體 一個就是二氧化碳 主要就是燒化石燃料 燒煤 燒石油 燒天然氣 會產生二氧化碳 為什麼會有甲碗 就是一些發酵補飯的東西 OK 發酵補飯這些東西 水田啊 生畜啊 所以不然你們聽過那個紐西蘭 怎麼會生收屁碎 就是那個養動物要收屁碎 因為他們的屁有滿很多的甲碗 所以要戒指抽稅 然後控制什麼之類的 OK 好 牲畜啊 選一個機機車 然後還有一個臭氧 就是 它是二氧染物 髒空氣受光照之後 產生的 產生的 主要來自於一些污染的東西 所造成的二氧染物 二氧染物 然後呢 氧化亞旦 就是燃燒 然後分解之類的造成 還有一個佛氯燙化物 這個後面會提到它 包括冷媒這個後面會提到它 然後這些都是我們跟你介紹的 一些溫室氣體 它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OK 然後為了什麼問題 國中生基本上只考這個問題 就是 當全球滿化以後 冰山會融化 那海平面會怎麼樣 上升 然後就會淹沒很多的那個 地域的地方 地域的地方 好 地域的地方 這就是 這國中生基本上只有考這個危害 好 海平面上升 還有別的啊 這個就是沙漠化 這偶爾會有人提到 這偶爾會有人提到 蒸發旺盛啊 水分善失啊 造成沙漠化的現象 然後再來就是 寒帶跟動物啊 往高處遷移啊 凡時週期改變啊 然後呢 什麼珊瑚啊 會死翹翹啊 因為珊瑚也不能太熱啊 像剛剛前面跟你講的 往高處遷啊 凡時週期 那個 傳播登革熱有兩種蚊子 有一種蚊子 以前不過北回歸線 不過北回歸線 全球暖化以後呢 它就可以超過北回歸線 你就會增加你得到登革熱的機會 就是此類的 OK 就是告訴各位一下 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問題 好 國中生基本上就只有考 冰山融化 海明院會上升 然後呢 為什麼又只有暖化 因為二氧化碳含量 升高太多的關係 OK